《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由到七一有很多人上街 現在潮流卿說七一上街一個很大的理由 就是所謂國民教育是等於洗腦教育 洗腦brain wash 反過來洗 不是 反過來洗 我們中文說洗腦 他們就說brain 腦 wash 洗 作為名詞 是否應該是ing 正常來說 就是brain washing attempt on his part 他企圖洗腦的手段行為等等 但是語文是說集用的 到今時今日 brain wash 本身都可以是名詞 不用一定說要加ing變brain washing 不用的 因為等於洗車 car wash car wash car wash brain wash 又是一個字 洗腦 這個字 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起初都以為是一種 英文原裝字 我們中文翻譯過來的 brain wash 就是洗腦 如果你去做少少 research 資料搜集 就驚悉 原來brain wash 是來自中文 話說是50年代韓戰的時候 有一個美國人 他自稱記者 但後來也說他是一個情報收集員 即是spy 他最先用這個字 他聲稱brain wash 是來自中文的洗腦 由他 由中文譯過來英文 就是要來將 尤其是美國人 那些戰夫抓到之後 就在那裡 告訴他共產主義多好 什麼什麼洗腦 讓他講一些 即同情共產主義 回到美國 即使如果有命回 就一定要散播全世界的共產主義等等 那是不是呢 這個暫且傳移 brain wash的定義 mind control 是思想控制 mind 思想 control 控制 也有用是thought control 因為mind就是thought 即使我們中文統稱也是思想 還有一個就是mind abuse 是 渺你腦內的成份 abuse是虐待 又或者是虐待 又或者是虐待 就是妙你 入面兩耳之間 想什麼呢 我們abuse你先 用的是什麼方法呢 一般的定義就是 用的手段是unethically manipulative methods unethical ethics 就是倫理 道德 規條 unethical 就是不道德 不倫理 而不道德 不倫理的adverb 就是unethically manipulative 這些發音就是練習慣的 manipulative 很多人看到這些a manipulative 千萬不要 manipulative就可以了 l l 不要lative 因為沒理由 那麼多響的詳語走出來 你不好聽 unethically 不倫理 不道德的 manipulative 是操控 跟control有什麼分別呢 control也是 就是控制 這個manipulative 是有些少少 跟中文一樣操控 它是有些手段先來控制你的 to manipulate you to be manipulative methods 那些方法 就是不方好東西 所以中聯辦有高官 走出來說明說 國民教育是洗腦 就少少得人驚 因為那個定義用的手段 就是用不倫理不道德的操控方法 來做的一個行為 講明香港國民教育 知謂就是洗腦教育 知謂就是用這些 是少少錯亂的 也有個說法 正說的 美國人 又是記者 隨時是 試試是spy 不知道 最先用洗腦 這個字 brainwash 是牛津大字典的紀錄當中 1950年 最先有人用這個字 有人說 反過來 其實是美國作出來的一個字 當然要來攻擊我們本國 也要來淡化他們 在韓戰之中 真的 戰婦回到美國之後 說一些很吹捧共產主義的說話 就說 他們被洗腦了 they've been brainwashed 這樣的說法 洗腦一般是最先在戰爭上有用的 抓到戰婦來洗腦 然後用到宗教 後來那些比較奇怪的 所謂邪教的教 用來洗腦 到今時今日很多是政治上的 Mass communication Mass propaganda 是透過大眾傳播媒介 透過大規模的宣傳 是日講夜講 日唱夜唱 來洗腦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I Read 是什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 Read 8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